今天我们接着来讲达芬奇的故事 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跟着达芬奇从他老家芬奇镇出发 途经艺术之都佛罗伦萨 最后来到了米兰宫廷 这一路上达芬奇年龄渐长 绘画技能也日趋高超 先后创作了《博士来拜》 维特鲁维人等等经典作品 不过达芬奇的兴趣可不仅限于艺术 他对科学也特别着迷 还记得咱们在上一集一开始说过 达芬奇小时候天天在外面到处野 喜欢观察大自然 喜欢动手 喜欢思考 竟然好奇心爆棚的娃娃 长大之后走上科研道路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但是达芬奇搞科学的路子 跟其他人很不一样 一般人都是先学知识 学理论 有了基础再去实践 去研究 他倒好 因为私生子的身份 小时候在佛罗伦萨就没有受过什么正统教育 当然所谓的正统教育了 不过是一些臣服的拉丁文和宗教学 他压根也看不上 年轻时候的达芬奇心气很高了 他觉得自己亲身观察和体验的学习方式 比那些个死读书的人强多了 他甚至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自己的想法 里面有句话这么写的 能淫泉水者 不淫梦中水 你听听 多么的心高气傲 但到了米兰以后 大脸了 他发现不论是过往的 还是同时代的正经学者们 都在用拉丁文记录知识 传播思想 就他这点道行 充其量算个民科 看来不鸟拉丁文 就没法读古代典籍 不肯经典 谈什么喜欢科学 所以咱们牛气哄哄的达芬奇同学 只好撸起袖子学外语了 和你们诸位当年考英语四级一样 达芬奇照着课本狂抄单词 当然了 人家毕竟是绘画天才 背单词背反了 顺手就在本子上 画一幅自己抽眉苦脸的头像 根据达芬奇学啥会啥的天才路径 你们猜他拉丁语是六级还是专八呢 当然结果你是没有猜到的 这位学啥会啥的天才 在这门古老而优雅的语言面前 翻车了 结果就是 尽管下足了苦工 达芬奇最后也没能精通拉丁文 但什么叫做命好呢 偏偏人家赶上了好时代 当时印刷术在欧洲迅速普及 于是读不懂拉丁语古籍的他 得以读到意大利文版的科学书籍 在这记住一道天空题 达芬奇是欧洲史上 第一个没经过正式拉丁文教育 就能全面了解科学知识的伟大思想家 上集节目当中我们说过 达芬奇在画画过程当中 琢磨出了一些当时没有的技法 说白了就是创新 同样在科学上 他也领先于时代 当时很多人都倾向于 直接接受古代典籍里的东西 达芬奇 他觉得应该从重复实验当中 推导出结论 听起来这个好像没啥稀奇的 对吧 我告诉你 在今天 可重复性已经成为了 科学实验必不可少的一个标准 但早在几百年前 人家达芬奇就已经这么做了 于是有些学者就不无遗憾的表示 要是达芬奇生前发表了论文 或者他的笔记本早点被发现 这怕现代科学之父的荣誉称号 该是达芬奇的 而不是一百多年以后才出生的 加利略的咯 说他可以算现代科学之父 夸张吗 一个画家也想抢科学家饭玩 信不信 您跟我往下停 看看作为科学家的达芬奇 有些什么成就 在达芬奇的科学研究中 他最感兴趣的是鸟类和飞行 或许兴趣是最强劲的动力 这不 从1490年开始 之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拖延癌晚期患者达芬奇先生 为了研究鸟类飞行和载人飞行器 一件清除浑身的拖延症 画了五百多幅草图 写了三万五千多字的笔记 他为什么对飞行这么痴迷呢 这说起来就话长了 15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呢 很超前 很繁荣 但科技嘛 对不起 几乎没有 没有电视 没有电影 更没有视频网站 想找找乐子怎么办呢 去歌剧院看戏 这舞台戏剧这玩意儿 演来演去 无非就是唱念作打 说句斗唱 那些花了钱的 一天天的胃口就大了吧 没点新鲜刺激的把戏 怎么能行呢 于是 这个艰巨的任务呢 就落在了舞台设计师身上 我们之前说过啊 达芬奇刚到米兰呢 就去跟统治者 卢多维克 斯福尔扎求职 后来呢 一不小心就被安排 去当了舞台设计师 这么一来呢 不琢磨点新鲜玩意儿 哪里对得起他的好奇心 和不思考 就会憋死在大脑呢 其实啊 早在弗洛伦萨的时候呢 达芬奇没事就跑去看戏 一来二去啊 舞台艺术当中的机械元素呢 就深深的迷住了他 特别是那些能让演员 在空中飞来飞去 呼上呼下的机械装置 人家看戏吧 不是被剧情感动的 一把鼻涕一把泪 就是被搞笑台词 逗得哈哈大笑 前仰后合 那他呢 就喜欢看那些飞来飞去的 什么扇着翅膀的天使啦 升天的耶稣啦 Oh my god 这些特效太抠现了 看完了回去自己也琢磨 他的小本本上又多了一样 各种舞台机械设计草图 到了米兰呢 一不留神就当上了 宫廷舞台艺术总监 这一下可算让他逮到机会 把想法变成现实了 他想干啥呢 捣鼓出更好的飞行装置 怎么去落实呢 对于把实验奉为 闺孽的达芬奇来说 当然是从观察会飞的东西开始 于是只要遇见一只鸟 他就盯着人家死死看 眼珠子恨不得沾鸟毛上 拿起小本本 刷刷刷写注释 这种鸟尾巴多长 那种鸟翅膀多长 它们起飞的动作 起飞时的形态等等 一字不落 全都给它记下来 当然了 他不是要研究鸟 而是鸟为什么能飞 除了翅膀呢 达芬奇还留意到了 周围空气的流动 他意识到 空气就像是一种特殊的流体 鸟翅膀往下压的时候 就会压缩下面的空气 导致翅膀上下产生气压差 鸟就会被空气往上推 才能停留在空中 他在笔记里面是这么写的 物体施加给空气的力 等于空气反作用于物体的力 等等 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呢 我没讲串 虽然这就是牛顿第三运动定律 但这会儿说的是 达芬奇提出了这个概念 比牛顿早200年 牛大爷要是知道了 以他那小肚鸡肠的牛脾气 估计这会儿棺材板也压不住了 当然会被气死的不止牛大爷一个 达芬奇还画了一幅鸟翅膀的截面图 上缘比下缘的弧度更大 也就是距离更长 图上附有一条注视 鸟翼上方的空气 比平常的空气更稀薄 这表示什么呢 就是空气流过鸟翅膀的时候 由于在翅膀上缘经过的距离更长 所以速度也更快 导致翅膀上方的气压比下方的小 鸟因此能在空中飞行 今天我们的飞机机就是如此 而这个著名的原理 正是达芬奇之后200多年 才被流体力学之父丹尼尔伯努力提出的 如果牛大爷瞧得上 伯努力应该会想和他抱头痛哭吧 你听听啊 达芬奇这脑瓜子多么的超前时代 您可能要问了 他怎么不早点把这些研究发表 还留着给200年后的牛顿啥的当发明专利呢 其实他也想过把这20几年首告 编成书来出版 可惜老毛病又犯了 拖拖拉拉的 最后还是没弄出来 所以啊各位 拖延症最让人烦的不是坑你自己 而是你的拖延症坑害同力 达芬奇不就是个典型吗 这一下就让整个人类的科学进步 拖慢了200多年 好了好了 说回达芬奇的对飞行的研究啊 倒过了这么多呢 达芬奇积累了丰富的观察和分析结果 于是他觉得 是时候给人搞大翅膀腾空而起了 为此呢 他设计了很多个版本的飞行器 最早的是模仿蜻蜓翅膀 一个带有四个叶片的大碗 人站在这个碗里呢 手脚头并用才能扇动翅膀 这玩意儿能不能飞 大家自行想象一下吧 折腾了几番之后呢 达芬奇对人力驱动飞行器丧失了信心 转而开始设计模拟蝙蝠皮翼的滑翔机 别问我结果 谁问谁傻呢 达芬奇的最后一张飞行器设计图呢 是他晚年画的一个机械鸟 与其说是飞行器 倒不如说是一个大玩具 看起来呢 很像他在米兰时设计的舞台道具 他设计大玩具的时候 心里想的啥 我们无从知晓 或许 当时那个时日无多的老人 是画下了自己最后一个关于天空的梦吧 达芬奇喜欢设计飞行器 告诉我们两件事 第一 他对上天有种特殊的执着 第二 他在机械学上也很有天赋 你想啊 飞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几种机械之一了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 能造飞机的国家也没几个 何况是几百年前呢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光是画出能自圆其说的飞行器图纸 就很了不得了 不过呢 达芬奇可不是纯粹的异想天开 随便画画 他每画一张图纸呢 都希望有朝一日这东西能造出来 这就意味着 他的产品设计不光追求好看 还追求实用 所以他在画图的时候呢 艺术之外的东西 比如结构 比如物理学 当然了 设计机械图嘛 大把的人啊 只是达芬奇和一般人的做法不同啊 别人画的往往是整体图 他呢 喜欢把机械拆成一个一个零部件画出来 然后分析每一个齿轮 弹簧 杠杆 转轴等等的功能和效率 这样的做图方式呢 不仅能把他脑海中的抽象概念 转化成实际图形 还能在纸上模拟机械的运作过程 就连驱动机器的人力 都被他看成机械系统的一部分 说个你不敢相信的 为了提高人力的利用效率 达芬奇还把人体也分解成肌肉 零部件 计算一个人能产生多少能量 那么达芬奇都设计了哪些机械呢 除了他最爱的飞行器 还有五花八门的水力工程和起重装置 什么锯木头的 洗衣服的 磨面粉的等等 以及一个磨针的设备 据他估计啊 一台机器每小时可以磨出40根针 遗憾啊 要是他那会儿真把这玩意儿造出来了 人类的纺织工业也许会超前发展 个几十年 达芬奇呢 也会多一个企业家的名头了 只不过对于达芬奇来说 很多时候有了构思就足够了 在思考机械运作的过程中 达芬奇对运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 他在笔记里写道 运动物体想要保持它的运动轨迹 与开始一致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 物体的运动状态保持不变 你翻译过来没 牛顿大爷又该先关他本了 这不就是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吗 达芬奇还发现 物体之所以没法保持运动 是因为存在摩擦 于是咱们喜欢动手做实验的达芬奇又显不住了 设计了一系列物体在斜面上移动的实验 总结出了摩擦力与物体重量 斜面粗糙程度和坡度之间的关系 这个咱们中学课本也学过吧 可惜这些重要的科学发现 达芬奇也没发表 又被200年之后另一个人捡来漏 是谁你自己查物理课本去 有了这些知识 达芬奇开始想办法减少摩擦力 提高机械效率 这里边就包括加锐滑油 采用滚珠轴成 把金属按不同比例融化合在一起 做成碱磨合金等等 这些发明设想同样领先于时代 好在他手下留情 没有把这些想法和创作正经发表了 不然后面那些什么科学家 发明家都哭晕在厕所里了 在绘画和机械之余 达芬奇还有一大消遣 做几何题 比起让人头疼的算术 他更喜欢看得见你的形状的几何学 他觉得几何不仅对他的机械设计大有弊意 同时还带有一种程序化的美感 他花了很多时间 画各种正多面体 玩一些等级变化 画原为方的游戏 还说过要出一本书 叫做几何游戏 结果大家应该猜得到 还是烂尾了 在达芬奇的心目当中 世界万物都遵循着同样的运行规律 而没有什么机械是比生物体更美的了 作为一个喜欢钻研的工程师 他希望深入了解这些最美机械的构造 于是他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 生物解剖 好了 生物系的同学 颤抖吧 大神来抢地盘了 想当年还在佛罗伦萨当学徒的时候 达芬奇就已经对解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时他特别崇拜着一位画家前辈提出 画人物和动物的时候 应该现画骨头 再增加肌肉 最后添上皮毛 达芬奇是这个观点的忠实信徒 他觉得不懂解剖学的画家不是好画家 要想画得好 就必须摸清楚人体的骨骼肌肉 肌腱甚至是神经 当时工作室的隔壁 画家布拉约罗正在创作一幅裸男战斗场面的铜板画 为了研究裸男的肌肉 布拉约罗解剖过不少尸体 达芬奇围观过其中的几场 看得津津有味 解剖尸体的欲望 转转于动 搬到米兰之后 他发现佛罗伦萨的研究解剖的都是艺术家 怎么米兰都是搞医学的人在搞解剖 一个熟悉的同行都没有 怎么打进圈子 不碍事 咱们外表英俊帅气 人见人爱的国民男神达芬奇 很快勾搭上了米兰的著名解剖学家 人家不仅借书给他看 还教他怎么实操 一来二去 达芬奇大彻大悟 解剖不光是为艺术服务的 本身的科学价值也相当高 此时他对解剖的探索 已经不仅仅只是为了提高绘画水平 更多的是变成了满足好奇心 又是那个小本本 他在上面记下了很多 他想了解的解剖学问题 比如控制面部表情的各种神经 胎儿在子宫里的发育过程 人为什么会打哈欠 为什么会打喷嚏 还有什么饥饿 口渴 疲劳 瘫痪 这些都是什么呀 听听这好奇心 医学生们别气馁 咱普通人就别跟大神相比了 在研究解剖的过程中 达芬奇再次发挥自己的艺术和创造才能 开创了一种新的解剖图形式 每一个部位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进行展示 这种画法今天仍在使用 为了呈现不同层次的解剖结构 他还把同一部分分成两半 一半是外层结构 另一半是内层结构 这么一番研究下来 达芬奇的解剖知识突飞猛进 也让他的艺术创作受益匪浅 他对人体结构尤其是面部结构的认识更加深入 更重要的是 他惊喜地发现 自己对画中人物情绪的把握越来越精准 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前面讲他创作的《博士来拜》时说过 他一直力求用绘画表达人物心理 讲出画外的故事 当时没做到 画也没画完 但现在终于能做到了 为什么我们说的这么笃定呢 别忘了 解剖只是达芬奇的业余小爱好 和你一样 人家也要正经工作赚钱嘛 他当时正忙着完成一个订单 什么订单呢 这单就是大名鼎鼎的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是米兰公爵卢德维克 交给达芬奇的政治任务 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阴险而暴虐的篡位者 喜欢通过赞助艺术创作提高自己的声望 1494年 卢德维克弄死了自己的侄子 正式成为米兰的统治者 上台第一件大事呢 就是给自己和家族修建一个陵墓 他选定了位于米兰中心的圣玛利亚感恩教堂 卢德维克要求达芬奇在这个小教堂的饭厅北墙上 绘制一幅最后的晚餐 老板安排这么重要的任务 还是个脾气很不好的老板 这下达芬奇不敢怠慢了吧 你想多了 他依然保持一贯的风格 脱 最后呢 教堂修断院的院长实在看不下去了 气呼呼的跑到卢德维克那打小报告 对此呢 达芬奇倒也很淡定 创造力急不得 需要慢慢发酵 深思熟虑才行啊 言下之意就是你别老催我呀 你催我我可化不好啊 卢德维克能怎么办呢 如果威胁有用 如果杀头有用 估计他也干了 就在他几乎失去耐心的时候 1498年初 达芬奇终于交出了最后的晚餐 事实证明 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这幅画不论是人物的描绘 还是精妙的构图 都让达芬奇炉火纯青的技巧 展现的淋漓尽致 最后的晚餐描绘的是 耶稣告诉门徒 你们中有人出卖我后的一瞬间 在这幅画当中呢 每个人的神态动作各异 首饰中透露着各自的意图 十二门徒被分为三人一组 画面从左往右看 仿佛时间在流动 情节慢慢展开 耶稣话音刚落 嘴还没合上 故事开始 最左边的三个人 对耶稣的话表现出震惊 左边第二组中 犹大做贼心虚 向后退缩 彼得情绪激动 身体前倾 约翰呢 表情平静 略带忧伤 再往右一组人 神情动作都透露着怀疑 最右边的三个人 则在激烈的讨论 似乎已经有人知道 是犹大出卖了耶稣 除了生动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 最后的晚餐 更值得称道的是 他的透视安排 达芬奇引入了一个 叫做灭点的概念 也就是所有视线汇聚的地方 他把这个点 放在了耶稣的额头上 通过操纵灭点的位置 达芬奇改变了整幅画的透视 他还利用自己在舞台设计过程中 积累的经验 在画面中的挂毯 窗户和背景上 做了些手脚 从而达到了一种 自然透视 与人为透视 相混合的结果 如此一来 无论你在哪个角度 看到这幅 接近40平方米的巨幅画作 都会觉得 自己站在最佳的观测点 总之 这幅把剧场创意和科学透视法 有机结合的最后的晚餐 堪称达芬奇在米兰时期 最伟大的作品 不过 在此之前 他原本还有机会 完成另一个名垂青史的作品 一座伟大的雕像 那他为什么又被弄完呢 拖延矮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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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不是因为拖延 1489年春天 达芬奇受当时还没篡位的 卢德维克委托 为他的父亲 铸造一个 令人瞩目的纪念碑 卢德维克希望 这个纪念碑 要表现出他父亲身批铠甲 骑高头大马的雄姿 按照规划呢 这座青铜雕像 连人带马 总共75吨重 要是能造出来 它将是史上最大的青铜雕像 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呢 达芬奇刚入米兰宫廷不久 一开始呢 他还干劲十足啊 为了回报 卢德维克的信任呢 他下决心 要做一个完美的雕像 为此呢 花了好一段时间做准备 先是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室 设计了可调节的窗帘 和滑轮升降的画家 让工作更舒适 接着呢 他还解剖了一匹马 希望能把雕像设计的 更加栩栩如生 但达芬的这一步 他就开始分心了 在解剖马的过程中 达芬奇好奇心大法 仿佛雕像中的公爵 根本不存在 那匹马才是重点 他画了一堆关于马的草图 什么马蹄子多高 马腿多长 他都精细地测量了个遍 到最后 他甚至开始设计 马厩里的自动喂食 和自动清洁系统 不得不说 达芬奇拖起稿来 真是花样繁多 可人家卢多维克 还等着他赶紧 把纪念碑造出来 供人瞻仰呢 于是不耐烦的卢多维克 就给佛罗伦萨的 统治者写信 说你们能不能 派一两个艺术家 过来帮帮忙啊 我担心这个达芬奇搞不定啊 一听说卢多维克 打算换人 达芬奇慌了 他当然不想丢了 这份如此重要的工作 怎么办呢 他找来自己的世人朋友 皮亚蒂帮忙说好话 这个皮亚蒂呢 在当地的学者圈里 影响力很大 由他出手 自然就好办事了 怎么办呢 舆论造势啊 一连写了好几首诗 吹捧达芬奇的艺术能力 多么多么强 他设计的雕像构思 多么多么好 就这样呢 一番攻关下来 达芬奇勉强保住了 这项委托 在反复修改会稿之后 达芬奇终于拿出了最终方案 成品应该是一匹小跑的马 因为这笔静态的马 更能体现骑士的自由和骄傲 设计是有了 达芬奇接下来面临的难题是 要怎么把这个 75吨重的大家伙造出来 当时的传统做法是 分块铸造 再焊接成整体 最后打磨抛光 但是完美主义的达芬奇 接受不了这种 会留下焊接痕迹的办法 他想要一个大模具 一次性把这批青铜马 铸造出来 为了这个模子呢 达芬奇又使出了 搞科研的本事 他尝试把各种材料混合起来 最终的模具配方呢 包括粗合纱 灰 碎砖 鸡蛋青 粗和黏土 他打算把这个模具里面 覆盖一层蜡 再加上一个内心 当融化的青铜 从模具孔里注入 就会取代里面那层蜡 冷却之后 取出内心 就能得到一个中空的塑像 他还设计出了一个铁的网格照 套在模具上起到稳定作用 在倒头模具的同时呢 达芬奇先用黏土 造了一个1比1的塑像模型 趁着卢德维克侄女婚礼的大场合展出 这个壮观的模型 让米兰宫廷的世人们兴致大发 他们觉得 整个意大利都不曾有过如此伟大的雕塑 可以想象 假如这座雕像真能流传至今 达芬奇至少又会多一个雕塑家的头鞋 那么这个伟大的作品 最后为什么搁浅了呢 这一次还真不能怪达芬奇脱烂 1494年 法国国王的军队开向了意大利 为了抵御外敌入侵 本来要用来铸造雕像的青铜 被造成了三门小炮 就这样 骑士纪念碑跟达芬奇的很多其他想法一样 也成了未敬的梦想 在达芬奇开始绘制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他正处在米兰时期的事业巅峰 但很快 厄运接踵而至 大家已经知道 达芬奇是私生子 他母亲生下他之后呢 嫁给了本地的一个农民 两人一共生了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可是在1490年左右 他妈妈的丈夫去世 儿子也出意外死了 几个女儿已经出嫁 无依无靠的情况下 他妈妈选择搬到米兰 跟唯一的儿子达芬奇一起生活 但不幸的是 住了不到一个月 就以疟疾去世了 在笔记本上 达芬奇只简单记下了母亲到来的消息 给她的日常零花钱 以及她的葬礼费用清单 至于她内心的感受 只字未提 我们无从知道她对母亲是什么态度 但母亲的离世对于达芬奇来说 只是一连串坏运气的开始 最后的晚餐完成之后 达芬奇的事业开始走下坡 我们刚才说了 为了抵御法国军队 原本用来铸造青铜雕像的材料 被拿去造成了炮 卢多维科也没有心思 再继续把纪念碑弄完 毕竟眼下最要紧的任务 是抵御外敌入侵 这也意味着 达芬奇接不到什么重要的活了 最多就是给公爵情妇画个像 给人做个室内设计 实在闲得慌了 达芬奇就捡起他之前没做完的工作 其中一项是给卢多维科的 一个小房间化妆试画 他已经构思好了图案 却不料跟负责此事的秘书 起了争执 装修工程的不愉快 铜马雕塑的搁浅 再加上卢多维科的心不在言 让达芬奇心中的怨念越积越多 在写给卢多维科的信里 他越写越激动 言辞越来越激励 一开始还只是关于委托的争执 到后来干脆演变成了 对自己待遇的不满 他表示 你还欠我好多工钱没给呢 如果你站在卢多维科的角度 肯定觉得跟兵临城下的法国人相比 达芬奇的这些个抱怨和诉求 简直是微不足道 但达芬奇不这么想 你这么不待见我 那我走人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他开始给附近的城市议会写求之信 可是还没等拿到下一份工作 法国人就打过来了 1499年夏天 法国大军兵临米兰 事实证明 之前用雕塑青铜造的那几个炮 终究没挡住法国军队 9月 卢多维科出逃 法国国王路易十二 正式接管米兰城 达芬奇的那个粘土版骑士雕塑 成了法国弓箭手的练习靶 毁于一旦 不过达芬奇本人并没有受到威胁 反而一度因为才华 受到法国国王的赏识 他甚至跟米兰新上任的法国总督 达成秘密协议 接受了一份军事工程师的差事 负责巡查防御工事 然而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因为达芬奇听说 卢多维科打算卷土重来 也许是为了逃避这个前领导 又或许是厌倦了这种战乱中的动荡生活 达芬奇决定回家 1499年12月 达芬奇动身离开米兰 踏上了返回佛罗伦萨的旅程 此时他阔别家乡已经18年 年近半百的达芬奇 回乡之旅顺利吗 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作品呢 我们下集接着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